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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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李文陆 今天和大家分享几个 在录影中比较有价值的小的配件 也不是什么刚需产品 但是可以适当的提高 我们的舒适度和便积度的一些小东西 首先是这个灯杆 这个铝合金的灯杆 它下面是个三角形 然后 下面是个三角形的 但是呢,配了一个这种地点 这是它原来配的这种地点 可以按照它这个角度打进去 它不是直的,因为直的话 其实地点抓地力不好 所以说它是一定角度的 即使你落到底,它是在一定角度的 然后将那锁死 这三节是内锁 这是一个灯杆 这灯杆有什么用处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经常我们会在用这种牛尾的东西挂灯 就是放一个这种牛尾 然后在这上面挂灯 但是呢,这会有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们到达营地比较晚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先支洗个天幕来 然后挂上这个主灯 才能进行其他的操作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不是特别方便 而有这种灯杆其实就简单多了 我们可以先放个灯杆 然后将主灯挂在这儿 然后可以照亮这个营地 然后进行一个搭建或者整理 然后收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走的比较晚 关键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收掉 然后留一个,留一盏主灯在这里 照亮营地,然后收拾这些东西 在平时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正常灯杆去使用 比如说我们挂一个氛围灯啊 或者挂一个什么灯都挺好的 这个不能算是一个配件吧 但是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们用这种封闭的炉子 比开放性炉子有安全系数要高 这是一个烤炉啊 其实这是一个披萨炉 这是这是炉糖 然后披萨可以放进这里面 然后从这边 这是我们可以称为燃烧四氧 或者是什么也好 可以用来放碳 将碳点燃之后放到这里面 然后可以从这里进行加碳的一个操作 这是厂商给它界定的是一个披萨炉 就可以在户外烤一些披萨 可以用木头或者是用木炭都可以 因为它本身还是个烤炉 除了烤披萨以外 其实我们可以用它来烤一些鸡翅膀啊 排骨啊牛肉啊都可以 像我们昨天烤的鸡翅膀 效果就很好 热量是从四周 是从四周和上面走过来的 烟呢是要流出去的 所以说整个这里面是一个温度比较高的 这么一个烤箱的这么一种状态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烤盘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个小的拐杂窗 可以看一下披萨的烤的一个情况 灭火器啊 防火炭呢 这都是必备的东西 那防火炭比较脏啊 我已经洗一洗 然后晒一晒 不然的话下面我们是要垫一个防火炭 防着火星啊 飞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会烧木头 或者是烧一些炭的话 还是会崩溃一些火星来的 所以我们下面会垫上一个防火炭 防火炭一般都是丝棉的 嗯 阻燃隔热 就是可以防止就是对这个地表那些破坏 它的缺点就是烹饪时间比较长 要的话可以提前做个准备 其实天幕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这么一个配角啊 因为它除了遮阳呃 避雨以外 其实它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呃怎么说呢 平台作用 不能说平台作用 它可以作为就是帐篷的延伸 然后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聚集地 比如说特别是我们多人 多个团队多个组织 或者多个家庭进行露营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如果比较熟的话 可能聚在一起比较方便 如果不算是熟的话 那么其实一个天幕就可以很好解决问题 因为发现大家会不与而同的处于各种目的聚集在一起 然后进行简单交流也好 或者是各方面的活动也好 当然如果说你都比较熟的朋友也无所谓了 对吧 这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标志性的据点 大家可以在这里吃东西喝茶什么的 天幕的搭建 有很多选择 比如说像我这样可以搭建在就是帐篷的前面 比帐篷很近 走出帐篷就是天幕 就相当于是帐篷的一个延伸 如果说我们有多顶帐篷的话 那我们肯定要把天幕搭在所有帐篷的中间 对吧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汇聚 就是汇聚人的作用 天幕遮阳的意义 要远远大于遮雨的意义 雨没有垂直下的雨 对吧 你的天幕高度越高 你的可用面积就越大 但带来的问题就是雨一定会 按一定角度从四面八方进来 所以说其实天幕下的这些东西吧 如果说雨比较大的话 我总是那句话 就全身而退是基本上是很难的 所以天幕更重要的意义是遮阳 比较价值 而且可以作为一个装饰性的平台 比如说我们关联小琴 关联小灯什么的 增加一下整个露营的氛围 很多小伙伴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30个人或者4个人 需要多大的天幕 就是说天幕和人的人数的匹配关系的 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怎么说呢 我们要从很多方面去讲 这是一个我最常用的最长边 就最长边4米6的这么一个天幕 就是从这个边到那个边的 总长度是4米6 然后天幕的实际使用面积 和它的搭建方式有很大关系 上我这次用的是六个比较长的杆 后面两个更长一些 然后前面两个更短一些 因为后面两个是要跟帐篷连接在一块的 所以说它稍微更高一些 然后前面两个呢 是为了主要是遮阳的 所以说做的更矮些 这是六根杆 大家会发现 其实当你把天幕全部冲停的情况下 变成一个凉盆的状态 就是它不再是屋脊型的 那么这样的它使用面积是最大的 就是你可以走到头 就是整个人在下面的 都是可以做一个空间去使用的 但天幕杆过高的 会带来一个缺点 就是它头颗面积会变小 就是为什么说头颗面积变小 就是作为遮阳的天幕来讲 它的头颗面积会减小 因为它高度越高 对吧 阴影投射的距离就越往里 投射的距离就越远 所以说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你在天幕下面到底是干什么 如果说我们摆成一个圆桌 对吧 圆形的桌子 那么可能我们 挤挤挤挤挤挤 可以坐七八个人 是可以坐下 但你会发现 当中午的时候 这个阴影向内侧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阴影 就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投影面积的问题 就是当它向里移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这块 是全部是被塞倒了 所以这是不合适的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像这种4米 它最宽是4米6 然后最短边是4米2 这种4米乘4米天幕 我觉得 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坐 四五个人是可以坐下的 当然你桌子可以换成那种 就是不换成这种桌子 可以用这种 这种小的方桌 对吧 把它变成个长方形的桌子 因为这些桌子 可以变成长方形的 这样坐四个人到五个人 是可以的 大家不要把天幕称的太满 就是天幕空间站的太满 因为站的太满的话 一旦就是 特别是在白天 它一定会出现这种阴影 会随着太阳的方向 然后说改变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 虽然说这个天幕看起来很大 但是它阴影面积 实际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我觉得这种4米乘4的天幕 四五个人就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再多的话 也不是坐不下 但是相对来说 第一个 这个 比较拥挤 第二个呢就是 它的阴影 这个所谓的投影面积 所照顾到人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如果说我们坐的 人比较少的话 阴影箱里面移的话 其实我们整个是不用动的 但如果坐的比较满的话 那么这边呢 肯定是受到太阳的影响 就会比较大一些 这还没有到正午 到正午的时候 可能再会回来一点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 可能 阴影还会 还会朝另 还会朝我这个方向 就是会尤其向东 会有这么一个变化 但它中心会有位置 是始终不变的 一直到下午 一直到夕阳的时候 一直到太阳 到底的时候 它中间这个位置 是始终不变的 所以大家在考虑天幕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说 我三个人多大天幕 五个人多大天幕 八个人多大天幕 场上会给出个指导建议 但他指导建议只不过是 仅仅限于就是仅供参考 你像这个四米六的天幕 我觉得最多三到四个人 就已经很好了 如果再多的话 你要说五六个人 能不能坐下也能坐下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个阴影 包括使用感受 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大家可以以此为参考 那你说三米充三米天幕 能说几个人呢 我觉得三米充三米天幕 也就两三个人 可能是比较好的些 四米天幕 我觉得四五个人 更好的些 对吧 如果更大天幕 可能五六个人七八个人 都会没有问题 它这里面不是说 你下面能站满多少人 你要站满那这一个 四米充四米 四四十六 将近二十厘米 二十平米的地方 那能站很多人 但是你别忘了 你除了需要站着 你还需要有椅子 所站的空间 对吧 有桌子所站的空间 所以说你这么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整体效果 因为我还有两个小班 用了椅子 其实我们按照这种摆法 一二 这一圈可以做三个人 中间做一个人 可以做四个人 是刚刚好的 一般像这个天幕 我们是三个人用 就觉得非常合适 各方面也不拥挤 而且如果有投影 有变换的话 我们其实只要是三个人 从桌子那边 躲到桌子这边 就可以了 因为我摆这个是L型的 它不是个直 我们可以这么做 对吧 可以很好的 如果说太阳再变的话 我们再变个位置 对吧 我们进里边一个人 在外面两个人 这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天幕 跟使用人数 它有相对关系 但是没有绝对关系 和你的使用方法 包括你的使用感受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天幕越大 大的问题就是 它所需的重量 和收纳空间就越大 但是天幕越小 可能更轻便 但是它使用的局限性 就越大 所以这是天幕的问题 然后我们愉快的周末露营 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四星期的小伙伴 记得积极关注点赞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 也一定要告诉我 说明下期就是你想要的呢 我是你的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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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